开心食堂,我是Kai 今天我想要做一些盆档的菜 还有呢,我想要做比较简单一点 一般家庭主不会做的 所以我大概用200块钱买菜 还有煮菜,大概三个盆档就这样 那你今天要什么东西去抓? 今天一个煎饼,蔬菜煎饼 还有第二个的话,韩式炸鸡 但是不是那么复杂的,很简单的一个炸鸡要做 还有一个是炒椰瓜,还有一个是鱼盆 其实四个也不是三个,四个菜 还有我中国花的话大概200块左右 你看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讲什么 我说你要用什么东西去抓 抓,抓 我要用这边的盒子 这些的,这么多个人从哪里来的啊? 因为厂商送给我的,所以我想要细细感 这是这样的,还有小外吃 他还送你小孩子的? 对啊,小孩子也有 所以我想要做小外吃的一份 还有两份,我们大人可以吃的 所以你今天还会做一份小朋友的 到时候带回去给我儿子吃? 对对 OK 那师傅你刚刚买了什么东西很便宜吗? 很便宜,其实非常便宜 这个主要是鸡肉,这个七十九块钱 鸡胸肉? 鸡胸肉七十九块钱 这么便宜? 还有这个鱼盆大概70块 所以你今天不用韩国的鱼盆? 有的话可以用喔 但是我比较方便买到这个韩式的话 当然可以用喔 还有一些蔬菜啊 青葱,还有洋葱,红萝卜等等 好 还有两百块菜里面 长有辣椒粉这些没有在喔 主要蔬菜跟肉的 不包含粉类喔 对对对 因为都很大包,所以很难算 所以打算用两百块钱的食材准备几个便当? 三个便当 就是大人、妈妈、爸爸跟小朋友 对对对 好 我们第一个先煎饼 今天都是蔬菜的 所以今天的煎饼头是没有肉的 对,没有肉的 大概两刀里面看到哪个是对的 加这边看还有呢 蔬菜的这边后的部分大概切一下啊 一半 师傅是对切 嗯,白色的地方而已啊 白色的地方对切一下 这样就短一点 这样 切葱段的意思 葱段,对 还有绿色的地方的话 不用直接葱段做好了 不用切开 所以师傅你今天做的煎饼 会是方形的吗? 这个方形、原形都一样啊 我们先煎的时候 原形煎之后要切 整方形都整方形 三角形的话 可以切三角形 还有基本的洋葱 那师傅像蔬菜煎饼 加热完以后还会美味吗? 哦,还是有啊 还是可以好吃哦 对啊 那你今天的便当盒可以微波吗? 微波 哦,对啊 他们常常说 他们的这个盒子是微波的可以的 哦,这样吗? 对,没问题 可以加热 下面有没有粉丝是 平常是带不锈钢盒的便当的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这样 还有红萝卜的全部切一下 还有蔬菜的管道啊 要薄一点要切哦 哇,师傅你吃得好多哦 因为蔬菜都很容易锁 所以不用那么薄一点切 切一点薄一点切就好了 师傅切菜都不用看 已经二十年切菜了 哈哈哈哈 还有我们这边的青江菇 所以你今天买的蔬菜还是会有生一些咯? 哦,当然有有会生一些 那你打算要拿来做什么? 这个留下来的吗? 对啊 有这样的蔬菜会有煮烫呀 炒油都可以放呀 这样之后 蔬菜一个 蔬的煎饼的蔬菜准备好了 所以还有煮菜的部分 我的煮菜的话 比较简单 三个步骤要做 一个是什么 切蔬菜或者切油肉 第二个步骤要做 第二个步骤是调腸内的 所以我炒的时候呢 不会有一个不一个没有 这边全部的腸腰进去就换换做好了 还有这个动作之后 炒动作 所以这个三个步骤很重要 所以现在的话 蔬菜已经切好了 这边一个菜 所以备菜其实是花最多时间的 对,没有错 还有 第二个菜的话 我点这个 好,就是韩式炒 炒鱼板 炒鱼板 但今天是用 就是台湾超市很好买的鱼板 切 全半型都要切 对,有一个掉下去了 哈哈哈哈 全半型都要切 这张也可以 这张的切也没问题 今天都要原型都要这张 切做好了 哦 平常他是切长条形的 但是他今天买到的鱼板是圆形 他就这样切 那韩式的炒鱼板里头 一般来讲有什么东西啊 韩式的炒吗 嗯 炒里面有基本的洋葱呀 还有打蒜 这些比较多 里面 台湾也有炒甜不辣 炒甜不辣 台湾炒甜不辣 是里面有什么 可能你在烤我吗 其实我不太知道 好像里头是会有芹菜啊 那种东西就一起炒 我觉得韩国的基本来说 打蒜的香气比较重一点 哦 调味应该有点不太一样 对 还有这个比例度啊 补的东西是大概 煮菜是二 还有补的配菜是大概二分之一的感觉 所以补的比较青葱呀这些东西 大概二分之一的样子就好了 你等于说配菜就会比较少一点点 嗯二分之一的比较 所以煮菜是二 这个是配菜是一的 就这样 哦 ok 没有剪辑又没有剪辑的好 就是可以看到师傅从头切到尾 这样还有这段煮后 打蒜一点点 就这样 这段刮 第二个菜准备好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师傅的配料装滑 哇 你看好多蔬菜哦 感觉现在这个便当里都会有非常多的蔬菜 第三个菜 空间不够 我们来煮一下 再来第三个菜是炒结瓜 对炒结瓜是切斑 其实台湾的妈妈很少在炒结瓜耶 哦真的吗 对啊 其实结瓜是近年来才比较常见的蔬菜 哦 韩国的话 我们这个今天我没有但是 怎么 虾子 不是虾酱吗 虾酱 虾酱很常常炒 哦你是说韩国那个 生的虾酱吗 对虾米酱 泡菜用的时候用的 很多人都问说那一罐要怎么用得完 原来它可以拿来炒结瓜 哦还有我哪个一二买的时候 冷冻库里面 已经我六个月之前买的还是冷冻库里面 所以你平常是把那个生虾酱放冷冻 对 但是冷冻库里面不会冰 不会冰 因为里面有很多人的吧 所以不会冰 哦 不会什么ice 哦 不会结冰 结冰对 师傅你开了的粉类的东西 你平常都怎么保存啊 粉类的话 这个面粉嘛 对 面粉 玉米粉这些的话呢 就这张盒子里面关起来 就没有空气会进去的里面 关起来就外面放就好了 不用放冰箱吗 嗯 冰箱放一些香药不 香药的 比如说黑胡椒粉啊 或者是巴结啊 梅里香啊 这些东西都要 辣椒粉 辣椒粉你要放冰箱吗 冷冻库 香药的话 冷冻库里面放 这样子可以维持它的香气 对对对没有错 好了 大家又学到一个保存的方式了 还有 红萝卜 还有洋葱 韩国菜真的酥菜非常的多耶 没有错 还有打算 OK 就这样多了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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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是肉的吧 对炸鸡的 炸鸡的 是炸鸡的还是煎炸的 煎炸的 煎炸的 煎炸类的 很简单 真的非常简单 还有油液不用那么多用 大概就盖起来的 三分鸡做做好了 做备做 这样比较小块的炸鸡 然后像点心一样的 你们韩国的韩文叫什么 打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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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们有没有发现 师傅用了另外一个蘸板 对 鱼切的时候 鱼肉还是这张切的时候 要用别的 对 它我们家的蘸板 也都是分开的 避免有一些味道 师傅你切肉的时候 好用力喔 哈哈哈哈哈 好 全部都切成小丁了 还有这个 鱼肉的话 其实可以先沿过一个晚上 冷藏锅里面放的比较好 基本来的 醬油 还有 很多很多人都问你说 到底要用什么酱油 韩国的醬油用 还有没有的话 每个是台湾酱油也可以用啊 嗯 是要浓一点的还是要薄盐的 嗯 浓一点的 浓一点的 基本都不是浓一点嘛 对 有些是薄盐的 有些是昆布的 嗯 我都要基本的 煮菜的话 基本的醬油用错 还有 还有 这张 还有盐过一下 这张 鱼头大蒜腌一下 对 酱油 对 这张之后 可以的话 盖起来 冰箱里面做 一个晚上做放进去 隔天 炸得比较好 但是没有短片 直接也可以 这张 好 我们这边切东西之后 现在开始调整 调整的部分 不是调整喔 是调浆喔 调浆 这样 调整的时候 我们煎饼的粉 要 准备 煎饼的粉 煎饼 面包饭 这时候大家就会问说是中筋还是 中筋饭 100 好 师傅你在每一次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一定会用秤吗 我自己做的没有 但是我想要找你们一定要整 因为 有一些人比例不一样的话 没有做出来 还有 微米分30克 为什么要加玉米粉 嗯 确确 OK 脆度 确度 加30克 还有 一个鸡蛋 就这样 等一下我们要加进去血液 所以 这个好喔 还有这个配的酱 配的 你是说煎饼的酱吗 对对 血液50克 50克 还有糖25克 你确定25克这么多喔 确定 这个 尊重了 75克 还有 蘸油 师傅你的那个煎饼的蘸酱真的很好吃 酸酸 甜甜的 香香的 每一次那个煎的煎饼蘸那个酱油真的是绝配 对 大家想要知道就是明细的话 正寒食也有 对 这个一模一样的 对 拿着分 那如果放到便当盒之前的话 要先沾好酱 再放到便当盒里面吗 还是说 后面酱补一下就好了 上面补 补一下然后再带走这样子 对 OK 还有打算一点点 就这样做好了 还有酱油 就蛮多耶 你们到底一半做就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对啊 这个剩下来的酱还可以用来干嘛 剩下来的酱的话 嗯 其实没有多的地方耶 可以沾水饺吧 水饺 哦对 水饺可以 水饺可以 对 还有我们 炸鸡的酱 那就这样 打不开吗 你看到没有完全没有剪 师傅 师傅亲自打开 30克 师傅你买错尺寸了吧 你这个辣酱该要买Extra LARGE 啊对啊 但是因为你知道他怕花钱 所以就买小盒 哈哈哈 还有酱油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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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动作 一个一个 很重要 酱油 还有糖 酱油 酱油 30克 OK 有鱼米糖 30克 我们现在所有的硕士也全部调整好了 开始炒呀 先简单的炒一下鱼饭 韩国的鱼饭 加香油 加油吗 油 基本的油 还要打蒜炒香气要出来 炒到不要 不需要人事要做炒炒 打蒜锁住后香气出来的之后 要鵬饭要进去 炒一下 鱼饭炒之后 洋葱进去炒 师傅你为什么会先想要炒啊 为什么你会先想要炒 香气啊 香气要出来 还有炒过的洋葱跟没有炒过的洋葱有不一样 炒之后有生的蔬菜的味道比较小一点 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吃洋葱 我觉得洋葱吃起来好辣喔 所以炒完以后就不会辣辣的了 也有 但是锁住后不会辣了 生的就不会辣 这个洋葱大概锁了之后呢 我们刚刚炒过的酥子 全部进去里面 到时候我在留言处再给大家食谱喔 现在有很多酥子大概到三分之一 现在有很多点嘛 这个要减少大概三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所以要收汁一下 对 收汁一下 还有辣椒粉底一点 OK 师傅为什么你喜欢在家里煮菜啊 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一下 喜欢煮菜 因为第一个外面吃东西真的还蛮贵的 特别家里的人一起吃的时候还蛮贵的 好吃的东西一个要吃多 五百六百块就不过吃好的东西 哇塞 这是你吧 一个人吃五六百 但是这两百块钱没有几片肉啊 里面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工作了吧 因为师傅真的很需要肉 还有呢 抓力肉当然你们知道里面放什么东西 很清楚知道不行吗 还有当然很干净你们煮菜 还有你不要那么咸 不要那么油 你们自己可以调整 所以这个是煮菜的好的 还有主要是什么 我做的我的味道 家人的喜欢 家人这个 这个是重点的 还有今天的便当 一般来说便当的所有的 台湾都要一个什么说 鸡排便当 鸡肉对吗 猪排便当 猪肉对吗 但是韩国的便当的话呢 里面有海鲜 还有一种 还有肉一种 蔬菜一种 还有辣的一种 这种东西要有多精气 所以我们也今天炸鸡 一个鸡肉 还有米 这个 还有蔬菜炒的 这些的我们已经准备了 刚刚师傅讲炸鸡的时候 吞了一口口水 因为他喜欢吃炸鸡 你们看一下这张的情况出来的时候 要出菜进去 差不多 这个蒸鸡出来的 好香哦 这样一个 最后 青葱 还有炸了一点点 这样还有妈妈的味道 现在 还有到这个 酥子要没有的时候 差不多没有的时候 要OK 因为面东菜里面 只太多的话 它呢 切进去了 所以不好吃 所以它干一下 所以要一支翻炒 对 翻炒 要不然会黑黑 对 而且师傅剩下来的菜 都还可以再用便当盒装起来 所以在家煮菜真的很方便 OK 便当做好了 OK 第一个炒菜 完成 5到5分钟 不到5分钟很快 很快 准备之后就很快 我吃一下 好 师傅出镜了 请大家稍等一下 好 第二个炒结瓜 炒结瓜 炒结瓜 一样 有一些些进去 还有大蒜 先进去炒一下 这道菜的味道有辣吗 这个不会啊 这个是基本的结构为主 所以 香药也 我不要用 粘油这些的 一些些米露跟盐巴而已 噢 所以今天两个炒菜都不辣 对 不辣 因为里面一个便当菜里面 辣的不辣都需要啦 所以还要 这个什么 那这道菜的话吃起来会甜甜的吗 不会甜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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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上一道炒的味道怎么不一样 刚刚做 烤倒它耶 刚刚做粘油里面有粘油 嗯哼 那这道呢 这个粘油没有研发味道 哦 OK 怕 还有切瓜 还有洋葱 这不算是青草 青草的 青草的 还有这样之后 先一点点进去炒 哇 师傅你用泡水吗 我泡水了 大家也可以用一般的水 因为它是懒得去厨房啊 还有你们家里有这个什么 盐巴的茶架 茶架用的一点点可以加油 大概四五个左右 叫做盐巴和米露不用用 但是不容易买 所以今天的话 我要用米露 调整的话 米露一点点 也是要滚煮一下吗 对 滚煮一下 这样的切瓜就熟熟做好了 我把它夹着小鸟 再夹着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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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5分钟耶 就准备多到5分钟 所以其实快炒是非常快的 加分的时候很简单 麵粉3还有蜜粉2 就这样做好了 就这样还有这个里面 我们已经进入第三道了 就是辣鸡丁的部分 还有我们刚刚盐过的鸡肉里面进去 今天使用的是鸡胸肉 师傅还是坚持要戴手套 所以今天有算是炸的了 对炸的 但是油不用那么多 因为炸鸡一般来做的话 大概鸡肉你要用200克的鸡肉 比较小的600克到800克的油需要 但是这个大家做简单一点 因为炸鸡不好用那么多的用 师傅就用一个塑胶袋 然后就舀好了 对 还有160克左右的时候开始要炸 哦 师傅我想要问你怎么测油温 油温多啊 就一点点的这些东西放进去里面 还有等一下 现在下面对吗 对 这个双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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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大概上来的时候是大概160度了 所以要飘上来 对对 还是现在还没到了 所以掉的时候可以160度可以开始 等一下你们看一下 就还没到了 等一下 做大厂到这里下面来的时候 还没 上来下去的话还没的意思 所以在飘浮的话都还没到就对 对 要浮上来才算 OK大概两分钟 大概两分钟 是不是 诶浮上来嘞 OK 这段子煮后可以开始炸 还没了 还没 还没 等一下 因为一边这边而已 中间这边还没油上来 而且师傅的这个鸡胸是冷藏的 有双双双双双的声音了 师傅说要听到双双双双双的声音 你看师傅多紧张啊 他很认真 现在开始进去 所以这个鸡肉有加盐巴调味吗 有 已经腌过了 蒸油味淋 噢对对对 研发大蒜这些的药 对对对对 我们来听一下油炸的声音 感觉起来好像在森林里的感觉 所以今天这一道算是比较久的 对这个需要大概十分钟吧 师傅剩下来的油可以拿来做什么吗 基本的你们炒青菜这些东西都会用 因为鸡肉的味道里面有出来 所以还蛮好吃的 这三个油油的声音 这三个油油的声音 像炸要炸多久 嗯 看一下青丸 一般来说三分钟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 如何 这三个声音 其实这个鸡腔已经锁了 出来一下 还有我要菜是要炸 还有刚刚我盐过的鸡肉 盐过的时候呢 盐过之后 翻面粉之前 我要炸一个鸡蛋 哦 所以你在腌的时候 多加了一颗全蛋 对全蛋 这算是第二次大概180度左右的时候要进去 其实这个鸡胸水已经很快熟了 第二次180度里面进去 可以 倒一下 哇 这三个大概20秒就好了 那OK 要出来 师傅你在卖盐酥鸡吗 哦对 有酥鸡的食材对吧 我要那个 我要九层塔 九层塔 这个酥子不一样 酥子 有食材到现在这边黑骨架不黏 对 对 我们韩式都要韩式酱料 辣酱料进去 OK 这样可以啊 好 还有我们全部翻翻的酱里面 锅子里面进去一下 所以这个酱还要加热 对加热还有滚下 搓出出来的鸡肉放进去要有茶 哦 真的耶 哇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要有浓稠度 对对浓稠度 好 这炸鸡的韩式炸鸡的我们啤酒 或者直接吃的菜 所以比较甜一点 但是这个都要配白饭吃的 所以比较浅度跟辣度高一点点的 哦 又学到一个 嗯 但是你们不要那么浅度 当然辣椒小一点也OK 没问题 这样已经开始滚了 这样还没浓得出来了 现在写一写一下 等一下 大家可以把手机的充电器拿出来的 因为这一集有点长 四个菜 四个菜 师傅一直解释 诶是四个菜哦 是四个菜哦 不是一个菜哦 你看如果是五分钟一道菜的话 各位 也已经你知道二十分钟了 他还要备菜 今天是五分钟一个菜 这边的浓稠看一下 浓稠度就这样 你看 哇 这样这边的 你可以看到吗 这张的时候 很重要 鸡肉进去里面 再翻翻一下 你看 哇 翻滚吧 然后翻拌鸡丁 还有干一下 看起来很辣 但是不会那么烂 看起来很辣 先炒到都了 好了我们要完成一道菜了 這個麵糊做出來的裡面 青蔥、洋蔥、青蔥菇還有紅蘿蔔全部加進去一下 師傅,這是最後一道了吧? 對,最後一道 為什麼你今天這麼認真做這麼多道菜? 因為冰豆菜其實... 因為冰豆的好吃是一個冰豆裡面有很多不同菜 所以很開心吃的時候 所以做本來這張牙有困難度 不是因為廠商送你很多盒子 這個都沒有關係的 又來用 還有 油進去 蔬菜進去下裡面 其實這可以做不只一個餅吧? 這感覺起來好多喔 所以今天你買的菜前其實可以吃不只一餐吧? 對啊 做多多要做冰箱裡面放可天可以吃 喔,對 所以要什麼時候才可以翻它? 嗯...翻它我等一下告訴你啊 看一下 翻它我等一下告訴你喔 哈哈哈哈 怎麼時候才會 你看 因為出發有一點難 就看對學做雞道吧 等一下 它在鹹我你看 加雞蛋一個準備一下 真的嗎? 今天還可以再加雞蛋嗎? 會不會超出預算? 沒有啦 雞蛋這個一個大概十塊錢 好的話 好一點的話十幾塊的也有 對,油油 加了這個之後 上面雞蛋補一下 喔,蛋液補在上面 對 好香喔 火都要 一開始到最後到一直都高火喔 高火 喔,現在目前都是高火 對 哇 可以聽到嗎? 這個的時候可以見面的喔 可怕你再刷一次給大家看 這樣就可以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很療癒的感覺 這樣啊,出發 一、二、三 沒拍到耶,再一次 現在不行 有多掙扎 這邊的也是要出來的 哇,很漂亮耶 這張顏色 還有中間開始外面壓一下 壓的原因是什麼 喔,薄一點的 薄一點 還有這個鎖的就他們 一樣的鎖的就會這張 還有中間會一點換成這張 所以中間開始壓 比較平一點 大焦 這一集真的可以當上下集耶 喔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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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翻了嗎 還沒 聲音還不夠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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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意過了 攪對面 下來喔 看喔 1、2、3 吼 這張給我出來 我看一下 哇 漂亮 有蔥刷餅的感覺 這張給我做差不多 攪對面大概1分鐘多 煮一下 大家我們很開心 師傅現場做煎餅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開始 粉豆上面有白飯 OK 都兩班加 所以你問什麼 沒有 我在拍漂亮的煎餅 師傅已經鋪好飯了 默默的在裝著便當當中 我們來看看今天完成的菜色 OK 師傅已經可以開始裝了喔 把今天的產品當我們的晚餐 大家願意花多少錢來買這個便當呢 有沒有人想要出價的 我不是說便當盒 我是說這個整個餐 但是這個便當盒拍起來好亮喔 好美喔 哇 好豐富喔 感覺起來這一個便當盒和也兩個人吃 你看喔 師傅都不跟我回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在擺盤 他在擺盤的時候都不說話 師傅是不是 很重要 很重要 很緊張 很緊張 你有在呼吸嗎 沒有 你一點點泡在那邊泡一下 最後 現在師傅在裝小朋友的便當了 三個白髮都不一樣耶 師傅中間的這個怎麼這麼多 這個是我的兩倍大的 兩倍大的便當盒 兩倍大的 這個飯量比較多 然後這個是有分隔的 這是我的便當 妙麗的便當 他小朋友的是沒有辣的 等一下我們再煎一個不辣的雞丁給他 所以師傅 其實這樣子兩百塊錢 做的不只三個便當 對啊 其實還有留下來的東西 你看還有剩下這麼多呢 各位 其實今天師傅做的菜真的是蠻多的 誰有把全部都看完 全部都學完的 還是請舉手 這樣 這餐也就完成了 師傅一直在家便當當中 說好了三個便當 他就偏偏要做個幾個 一二三四五已經做到第五個便當了 師傅你要開便當店嗎 沒有 因為今天真的兩百塊左右花錢 那麼多都可以做出來了 而且還有剩這些蔬菜 所以這家裡做的還可以還便宜啊 所以我們你們的這張 就花錢兩百塊錢 會做這張的便當喲 謝謝 拜拜 待會兒見到晚了喲 還不如可以畫衛 我回去再乎 謝謝你 我們來開動 我來開動